好 各位老师 大家好 非常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按照我们既定的教学安排 今天我们要接着讨论 初级语法难点及教学 那我们的具体内容是 初级阶段语法教学的讲 练 用 实际上就是语法教学的全过程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昨天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提出了三论分层对应的教学方案 也就是说通过语意进行语法的导入 基于句法进行形式的操练 然后根据语用功能设计和实施 课堂活动和任务 那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 关于语法教学有两个问题 我要做以说明 首先是语法教学的知识属性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汉语国际教育 我们这个教学内容 一般是分为语言要素教学 和语言技能教学 这样两个部分 那前者主要包括汉字 语音词汇和语法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说 语法教学是语言要素教学 技能教学我们都知道 是听说读写 那么语法教学一般被我们认为是语言要素教学 语言要素教学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强调这个陈述性知识 什么是陈述性知识呢 就是用语言来表述出来的知识 我认为这个理解也对也不对 对的方面是我们确实是需要让学生了解这个语言点是怎么回事 老师一般是通过提问的方式 从学生的嘴里说出来 形成这个陈述性的知识 那我说它不对的方面是什么 语法教学的最终目标是要落实到技能上边来 那么也就是它能够参照语法规则进行听说读写 所以呢最后语法教学是要落实到技能上边来的 如果你没有落实到技能上 那么我们说这个语法教学呢 没有达成最终的目标 所以我认为啊 我们对语法教学的定位比较准确的应该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说语法教学始于语言要素教学 而终于语言技能教学 所以呢它具有一个过程性的特征 也就是说从懂到用是全覆盖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 从懂到用是不是一蹴而就的 你懂了是不是马上你就会用了 我们说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像眼镜一样的图示 中间是什么 是操练 我们说要经过反复的操练 死去活来的操练 我们的语法教学才能够上升到技能的层次 其实呢这个语言教育家Larson 他早就提出了Grammarine这样的一个概念 语法技能的概念 那么对于这个概念啊 我们在介绍语法练习的时候会再次的进行讨论 第二个我要强调的问题是 我对当前这个语法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想法 那么我认为啊 语法教学目前的一个薄弱的项目是什么呢 是这一段方框当中的这一段 也就是从语意到句法形式这一段 因为语用这一块各位老师是非常重视的 尤其是在海外的教学当中 我们特别强调这个教学的活动性 是不是 那么但是从语意到句法这一块 我们的这个导入和操练 做的却没有那么的充分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谈教学案例的时候 我会一直侧重从语意入手 进行这个语法的导入 也侧重通过语意和形式的配对理据 来进行练习的设计 那这也是今天啊 我们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具体的说 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激发认知导入语法 第二部分是信息加工操练语法 第三部分呢 是以言行事应用语法 最后呢 有一个舆论 我们要探讨汉语国际教育当中的 知和行的问题 那么其实啊 第一部分到第三部分 请大家注意 我的标题是激发认知 信息加工 语言行事 实际上这是从习德论的角度 来进行命名的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激发学生的认知 希望学生来进行加工 希望学生来以言行事 这是习德论视角的命名 其实呢 我也可以从本体论的角度 来进行命名 那么就是 基于语意导入语法 基于形式操练语法 基于语用应用语法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 第一部分 激发认知 导入语法 这时候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巧利的概念 巧利啊 是亚圣孟子提出的 那么巧利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巧利来源于语法的本体特点 第二部分呢 通过揭示语意 形成导入巧利 第三部分 通过句法操作 形成导入巧利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 这个第二个问题 和第三个问题 我们要探讨的 都是如何形成导入的巧利 只是它们的角度不同 一个是从语意的角度 一个呢 是从句法操作的角度 所以我们说有两条线索 好 刚才我提到了 说亚圣孟子说 巧利圣智 那么明代哲学家 王阳明 他进行了解读 他是怎么解读的呢 他说 巧利 实非两事 巧 一直在用利处 利而不巧 亦是突利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希望能够事半功倍 是吧 我们要采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利 那么在教学当中 尤其如此 那王阳明是怎么解读 亚圣的巧利圣智呢 其实他说的是 技巧和力气 实际上并不是两回事 那么我们说巧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我们在用力的时候 的那个巧 如果你只知道用力气 不知道技巧 那么你这不是白费劲吗 你这不是瞎使劲吗 所以我们固然要努力 但是在努力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技巧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教学的巧利 在导入的时候 我们特别希望 语法导入阶段 我们特别希望使用巧利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语法的信息 语域信息和句法信息 传递给学生 然后呢 用最短的时间 然后学生 一下子明白了 哦 是这样啊 有一种这个恍然大悟 醍醐灌顶的感觉 那么我来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 这个巧利的作用 这个例子呢 是verb过 也就是汉语的经验题 在这个 孙老师的这个问卷当中 有的老师提到了 勒和过的问题 那动态注词的问题 那么过和勒 其实都说的是以前的事情 那但是 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没错 这个事情全都是已然完成的 都是过去完成的 对不对 但是过呢 它进行了一次抽象 进行了一次什么抽象呢 也就是说 既然你过去 有了这样的经历 那么 你就获得了权利 你获得了什么权利呢 因为以前我做过这样的事 所以我了解了 那么我就获得了评价的权利 也就是我有话语权 我能够进行介绍 对细节进行介绍 我能够评价 是吧 我能够描述 细节的问题 这就是你的权利 我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的朋友 有一天 他突然跑过来告诉你说 你知道吗 我去过上海 然后他不说话了 那这时候你会是什么反应 那你会说 你说呀 你有毛病呀 你去过上海了 然后怎么回事啊 你有什么感想啊 你得说一说呀 所以呢 味不过 一般都是作为一个 语乱的首发剧 然后呢 他就开始介绍 后面的评价性 或者是描述性的内容 比如说 我去过上海 我告诉你啊 上海特别漂亮 外滩特别热闹 那个东方明孤塔 我还上去了呢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时候 那么过去的行为 对你的 现在的你 就产生了影响 你获得了评价的权利 那么这就是他的 本体论方面的内容 既然本体论方面是这样的 那么教学操作 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能不能直接的告诉 告诉学生 说过去的事件 对你的现在 产生的影响 使你获得了话语的权利 你这个不是专业出身的人啊 一般人他都听不懂 这么专业的语言 那么我们来看 他的难点在于什么呢 如何采用非讲解的方式 来传达抽象的语义信息 那这时候呢 有一位老师 在1984年 是我们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位老师 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这个 我谈了一些我的经验 我觉得这样做呢 好像是效果挺好的 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 什么叫经验 经验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们的做法 然而呢 为什么叫经验 是因为在他背后的这个理据 背后的科学道理 原因是什么 暂时的 我们还没有弄清楚 那么到了今天呢 我们已经把它弄清楚了 一会儿呢 我再说 那么这位老师在介绍经验的时候 他是这样建议的 他说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他就可以导入这个语法点 第一个问题是 长城漂亮吗 问学生 学生回答 长城很漂亮 你怎么知道长城漂亮呢 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长城漂亮呢 那这时候 学生就要回答 我去过长城 有的人说 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不知道呢 他没去过长城 对吧 好 还可以举另外的例子 饺子好吃吗 学生回答好吃 你怎么知道好吃呢 我吃过 他不知道 为什么他不知道呢 他没吃过 这样目标句就已经形成了 你看 简单的那么几个问题 那么这个verb过就被导出了 那有的老师呢 可能会问 说韩老师你说的这个很神奇 因为既然是一个新的语法点 那这个你就这么简单的两个问题 学生就哗的一下子 把这个目标句说出来了 你的学生是什么学生啊 怎么那么聪明啊 语感怎么那么好啊 那其实这是可能的 为什么是可能的 那这就看你如何组织你的教学活动了 因为如果你严格的 按照我们的教学活动来操作的话 在上一次课结束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环节 叫做预习环节 在预习的时候 我们要认真的领读 下一次课要学习的生词 过一定是出现在生词表当中的 在领读的时候 教师会简单的扩展 过吃过吃过饺子 没吃过饺子 过去过去过长城 没去过长城 那么如果你操作的更严格 比如说我所在的教学单位 我们都是有预习单的 都是白纸黑字的规定了 你要预习哪些内容 简单的扩展内容 你是要读的 你还是要写一写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老师稍作点拨 学生就能够做出反应 这也是当前翻转教学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要翻转教学 不就是要让学生为上课做好准备吗 提高我们的教学效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教师他的引导思路是什么呢 那他的引导思路呢 是信息反推 那么既然这个verb过是表示经验的 你能够进行评价 所以呢 我就先问你一个评价性的问题 所以长城漂亮 饺子好吃吗 这都是评价性的问题 学生需要做出反应 好 你评价了 不管是肯定的评价 还是否定的评价 反正是你评价了 你评价了之后 我就质疑你的评价权 你怎么有这样的评价权利呢 那你就不得不说出来了 你的经历了 这个时候verb过 他的肯定试 或者否定试 就完全倒出了 所以呢 他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用问答的方式 旧学生已知的经历入手 如细节问题 评价性问题 最后提问 你怎么知道 促使学生说出目标一句 你看 verb过 我们一般被认为 是一个比较抽象的 这个 教学内容 但是其实呢 如果操作得当的话 那这个老师呢 他就是用了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把这个信息呢 成功的传递给了学生 但是他具体的理论内容是什么 我们能告诉学生吗 我们还真不能告诉学生 那如果你是海外教学 你的学生母语背景是一致的 老师如果想用母语啊 学生可懂的母语 简单的说一下 我也不反对 我也认为呢 这是海外教学教育和来华教育的不同之处 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小联合国班 哪个国别的都有母语背景不一致 所以我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但是在你那里 可以不可以 我觉得适当的进行这个这样的 简单的点名和讲授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的 好了 那么我用这样一个例子 说明了这个基于语义 进行导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这个上次课 我们见到的这个九宫格图当中 所以我们说语义对应的是导入 或者反过来说 我们的语法导入 一般的来说要基于语义来进行 在这样的一个层面 那么基于语义来导入语法呀 也分不同的情况 有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叫什么呢 重建语义认知 那么对比分析法 我们都知道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呢 它的提出呢 预测了二语教学的难度 是吧 当时我记得它是这样说的 说这个 如果这个两种语言的差距越大 那么教学的难度也越大 实际上在这个教学实践当中 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两种语言 它的这个差距特别的大 反而呢 母语对学生的影响呢 会减少 但是呢 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就是你这个老师要充分的表达出来 他们之间的差异 到底是在哪里 一旦那个学生明白了 这样的话呢 会比较有效的 避免学生可能产生的偏误 那么我觉得重建语义认知 最好的案例呢 就是汉语的这个处所方位表达 昨天我们谈到过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说形态类语言 它用的是丰富的 丰富的介词系统 而我们用的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方位名词的系统 那所以在进行存在句教学的时候 第一步是你要给学生传达名词 加方位名词 这样的方位端语 如果他理解了方位端语 对方位端语很熟悉了 那下面的事 有字句 在字句 是字句 那就很好办了 那么我们看 这是一个导入的过程 好 这是教学楼 这是北边 好 这是教学楼 这是北边 一起怎么说 还可以怎么说 对 教学楼 北边 这是教学楼 北边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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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要给这个区域 让学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区域 那么 学生熟悉了这个区域之后 出所方位表达之后 昨天我也说了 你可以拿汉字卡片 或者是拿图片 都行 那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图书馆 放在不同的区域 图书馆在哪 图书馆在哪 那这时候 学生就会很自然的说出 图书馆在教学楼北边 这样的句子 是不是 所以呢 你不能一开始啊 就讲存在句 那首先你要把这个名词加方位名词表达清楚 在教学的时候 我甚至呢 这样做 那那个时候呢 我的操作语言是什么呢 一个东西 或者是一个人 然后呢 一个地方 我会不断的说 比如说 我先展现了一个书包 那我的课堂语言 一个东西 书包 一个地方 书包里面 后边呢 也是这样操作的 一个东西 椅子 一个地方 椅子上边 一个地方 椅子下边 一个地方 椅子旁边 那一个人 好 他是 安娜 这个地方 安娜前边 这儿 安娜左边 这儿 安娜右边 那儿 安娜后边 所以 一个东西 一个地方 一个人 一个地方 实际上 这个课堂语言的指令 是在告诉学生什么呢 就是名词 加方位名词 那么 他的语言内涵 就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 一个这个 处所方位 第二种 这个 通过语意 导入语法的形式呢 昨天我们谈到了 那个脸字句 大家还有印象吗 当时我是 写了一个汉字 标标面的一个 标 是不是 有个老师在下边 马上就回复了 说是标标面的标 对 是这样的 那么 昨天呢 也给大家介绍了 说 这个 他的特点 语意特点是什么 首先是有一个梯度 有一个层级性的梯度 这个梯度呢 是有上限的 然后呢 也有下限 上限就是最上边的 然后下限是最下边的 那 他是怎么表示强调的呢 他是通过否定上限 否定全部 通过否定 肯定下限 肯定全部 只要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啊 也许有的学生 真的真的学生会问 因为我们讲帘字句的时候呢 实际上 有副词 可以使用两种 我们可以说 连什么什么都 连什么什么也 哪一个更强调 哪一个这个给人的感觉 是更加强调的呢 显然是那个都 所以呢 其实啊 这个连什么什么都 他呢 说的是最上边的 或者最下边的 如果是连什么什么也呢 不一定是最上边的 可能是第二个也可能 比如说这个这个字 连大学生也不认识 那么如果他不是最上边的 我们常常用的是也 那这个呢 就是连字句当中 都和也的区别 那你可以简单的告诉学生 真的有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么既然连字句是表示强调的 我们在进行这个 我们在进行设计的时候 教学设计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设计 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 今天我不再谈了 但是这个语意模型 请大家记住 一会儿呢 我们在讨论生成性练习的时候 仍然会使用这个语意模型 那么这是语意模型 建构语意模型 那第三种形式 通过语意导入语法的形式呢 我们叫做图示引导语意 大家经常使用图示的方法 因为什么 它可以使抽象的东西 变得更加具体 是吧 很多东西老师真的说不清楚 你可能就是想 用尽量简单的语言 你会发现也说不清楚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说不清楚啊 我展示给你看 我画给你看 我给你一些图片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图示引导语意啊 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那个趋向补语 有的老师提出了趋向补语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趋向补语 难点在什么地方 难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那个参照的人 就是说话的那个人 就是说话的那个人 说话的那个人 在里边还是在外边 在上边还是在下边 这决定了什么 这决定了主要动词 是进还是出 是上还是下 好了 这是第一点 参照的那个人 说话的那个人 那么第二个难点呢 就是趋向 我们说趋近这个话语 说话的人 远离说话的人 好了 这里边就出现了问题了 趋向和远离 学生懂吗 肯定不懂 昨天呢 我提到了教师话术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让学生理解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离他近了还是远了 哦 离他近了 其实呢 就是趋向 离他近了还是远了 哦 离他远了 离他近了 我用来还是去 离他远了 我们用来还是去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 在我们展示这个图示的时候 这两个问题啊 我们是要问的 好 这是你 你在里边还是在外边 哦 你在外边 那你看他 他近还是出 哦 他想 近 好 那他近 离你近了 还是离你远了 哦 离你远了 那离你远了 我们用去还是来 我们用去 所以我们怎么说 他想 进去 啊 再看第二个例子 现在 你在里边还是外边 哦 你在里边 那他想 他想近 那他离你近了 还是离你远了 哦 离你近了 离你近了 我们用去 还是来 我们用 来 所以 我们怎么说 他 进来了 啊 所以呢 上 下 啊 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导入方式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都是语意的问题 那这两个问题啊 我们展示清楚了 而且通过提问的方法传递给学生 那我想 可能他就能够比较好的理解这样的场景了 啊 那刚才呢 我用几个例子 说明了 呃 这个怎么 呃 这个基于语意来导入语法 那么刚才我还说了第二种情况 呃 第二种情况呢 叫句法操作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句法操作呢 来揭示语意 啊 所以呢 也可以基于句法操作来导入语法 什么叫句法操作呢 各位老师还记得昨天 我们在讲verb遮存在句的时候 呃 王丰老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啊 那个用贴着替代了这个有 这就是一种operation 这就是一种操作 是吧 啊 用这个 这叫做替代操作replacing 这是我自己命名的 是不是 这就叫做操作 实际上呢 呃 这个操作呢 呃 这个概念啊 来自于谁 来自于这个人 呃 我想很多老师呢 都明白 呃 都知道 呃 chomsky 是吧 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 那么 呃 我们知道 以前我们知道 说这个经常说语法是什么呀 语法是规则 或者说句法是规则 syntax 句法呢 是规则 但是呢 chomsky告诉我们呢 说这个句法呢 其实它也是操作 都有哪些操作呢 比如说 移位操作 删除 插入操作 替代操作 等等 那在这里边呢 呃 我们不讨论转换生成语法的问题 那是理论语言学的东西 但是 我觉得 chomsky这样的观点 给我们的语法教学呀 呃 提供了一个启示 这个启示是什么 呃 这个启示呢 是 也 给我们的 语法官 带来了 新的 启示 上次课 我们谈到了说 我们汉语教师的语法官呢 应该是广义的语法官 对吧 那今天 我们再来改变一下 再来丰富一下 第二点 语法是规则 语法也是操作 那下面呢 我我就通过几个例子 向各位老师展示一下 我们在导入语法的时候 如何通过操作的方式 把语法点呈现给学生 我先说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附加操作 那我们都知道 呃 汉语的是非疑问句啊 特别是妈问句 这个妈问句 其实我们经常说 汉语法是很简单的 它确实是有简单的地方 简单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操作性比较强 你比如说 妈问句啊 一般是什么 在陈述句 肯定句的后边 你加一个妈 就形成了这个文句了 特别的简单 所以一般我们在导入的时候 肯定是要先复习一下这个陈述句 肯定形式的陈述句 我们可以让学生认读 对吧 认读完了之后呢 老师就开始表演了 这个纸片上写的是妈 然后加问号 然后老师 他是老师吗 他是老师 爸爸吃苹果吗 爸爸吃苹果 所以你的这个卡片呢 不断地放在 这个肯定句的后边 实际上就是在 给学生传递一个信息 那只要你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妈 放在这个肯定句的后边 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形态类语言呢 没有这么简单 形态类语言反而比汉语要复杂 因为你们要这个 转换这个句子的顺序 是吧 叫Are you 是吧 你得说Are you Chinese 你不能说You are Chinese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呀 来说明 也就是在这个句子的后边添加一个妈 就形成了妈文句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个操作 第二个操作呢 我把它命名为插入 就是在这个前边后边的中间 一个东西 那典型的例子呀 就是老师们提出来的 说这个虚项补语呀 它在冰语的时候 那个冰语呢 是放在来和去的前边 在主要动词的后边 是不是这样 学生经常会搞错 所以在这时候呢 我们最好给学生形成一个感官的印象 第一印象 如果这个给它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那么我想呢 它不但会理解这个语言点 而且呢会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么比如说 现在的我的手里边呢 有一张这个纸片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折纸方式是什么 是吧 你看打开了 合上了 打开了 合上了 是吧 这个纸片上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他回韩国去了 但是我折上的时候呢 学生只能看到他回去了 他回去了 但是这个韩国呢 藏起来了 正好可能你的一个学生 可能回国了 我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是一个韩国学生 他叫赵承载 我觉得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因为那次上课 后来那个用这样的方法之后 他们还这样还鼓掌 觉得很好玩 我就问学生说 赵承载回去了吗 暂时卡片 那他看到的就是回去了 会说他回去了 好 他回哪去了 韩国出现了 他回韩国去了 那这时候学生就形成了深刻的印象 觉得 这个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 那你看 韩国在哪 在去的前边还是后边啊 在前边 对了 要是有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应该在来或者去的前边 好了 这就是展开后的效果 那么还有一种操作呢 我们叫并联操作 并联操作呀 是汉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语法手段 我认为他也是一种这个语法手段 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并联呢 就是两个东西呀 你把它放在一起 这就是并联 那这是这个 这个这个雕塑呢 是思想者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卸读艺术了 放在这 最简单的例子 去 不去 去不去 肯定形式否定形式放在一起 它不就是形成了正反应文句吗 是吧 所以呢 这就是并联的含义 那么有很多老师啊 提出了问题 说那个得字不语句的问题 也就是情态不语 说老师那个 你们提问的时候啊 说学生经常说那个 那个去说得的时候 他游泳得很快 这样的句子 他不会说前面的部分 所以呢 一个动词 如果有宾语的时候呢 他在宾语的后边说得 这是一个挺常见的 比较普遍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 他对汉语的这个语法手段呢 不是很了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本体论方面 我们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呢 是吕淑香先生 他很早的时候啊 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呀 汉语的补语句啊 实际上包含两个主位关系 主语和畏语动词之间 还有呢 动词和补语之间 那比如他游泳游得很快 他做什么 他游泳 这是一个主位关系 对不对 但是这个很快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游泳 游泳怎么样 游泳很快 所以呢 补语和这个动词之间的关系啊 就好像是主语和畏语之间的关系 差不多是一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一个信息 原来这个形态补语句 得子补语句啊 实际上是两个主位关系 但是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主位关系 都可以成为一个小的句子 是不是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了 这个得子补语句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两个小的句子 对吧 好了 他游泳 是吧 然后呢 游的很快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 那么 这两个 这两个部分之间 是什么关系呢 那向开启老师呢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也做了研究 第一个小句呢 是SVO 他表达了什么呢 背景信息 Background 所以呢 先告诉你 是做什么事 然后呢 补语小句 是基于这种 背景信息的 一种描述 或者评价 所以咱们先有一个whole picture 我不是说了吗 昨天的课 讲形容词卫语句 和名词卫语句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到了 可能汉语人群的思维呢 是喜欢一个whole picture 你先要有一个whole picture 他做什么 然后呢 你在in details 他的细节 他做什么 他游泳 好了知道了 那他游的怎么样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语义关系 所以在教学时候 我们要采用先分后合的方法 也就是把形态补语句 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再把它们合起来 叫做并联 那么一般我们知道 得字补语句 我们经常讨论的 经常用于做什么事情呢 语用功能是什么呢 兴趣 爱好 能力 特长等等 对不对 我喜欢运动 我打篮球打得很好 我足球踢得不太好 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说 所以我们在导入语法的时候 首先要导入做什么 要导入做什么 好 那你爱好什么运动 你们爱好什么运动 阿里 老师 我喜欢打篮球 好了 他说什么 我喜欢打篮球 这里就有问题了 我喜欢打篮球 喜欢这个词 你希望不希望有呢 你不希望 你只希望 我打篮 他打篮球 对不对 那个喜欢是多余的 怎么办 第二次提问 好同学们 他做什么 只能通过第二个问题 强行的去掉那个喜欢 他做什么 他打篮球 好的 你打的怎么样 阿里 打的怎么样 打的很好 老老师打的很好 好了 阿里做什么 阿里打篮球 打的怎么样 打的很好 一起怎么说 阿里打篮球 打的很好 是吧 做什么 做的怎么样 这是今天我们学习的语法 他就呈现出来了 然后呢 你可以在学生 只有这样一个例句 有的学生还不理解 你可以再导出第二个例句 第三个例句 这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 老师们最关心的呢 是这个靶子句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替代操作 实际上采用的是替代操作 那靶子句的理句是什么 昨天我们应该已经展示过了 你们看一下右边的红色的字体 是吧 这些句子 比如第一个句子 老师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那主语老师借此把 你把这个老师把去掉了 后边能不能说 能说 所以呢 昨天我告诉大家了 说这个和靶子句关系最紧密的呢 是受试诸语句 是吧 你看后边的红色的字啊 它是都能说的 那么所以告诉我们了 一个导入的切入点 也就是你要先呈现什么呀 你要先呈现受试诸语句 书放在桌子上了 衣服洗干净了 桌子搬到门口了 牛奶喝完了 自行车卖了 照相机摔坏了 谁做的 然后呢 就可以顺势导出靶子句了 我们再来看语义方面 语义方面呢 我们北京语言大学的张旺熙老师呢 他很早的一个研究表明 典型的靶子句表现一个物体 在外力的作用下从A点 从甲点转移到疑点的位移过程 继而通过隐喻的方式拓展为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呀 它最典型的这个用法呢 是说位置的变化 所以呢 变化是一个语义的条件 有变化你才能说靶字句 没有变化你是不能说靶字句的 比如学生会说错的句子 我把韩老师看了 他们真说过 我把韩老师看了 我说你看过了我怎么了 我有变化吗 要是你说你把韩老师看不好意思了 那还行是吧 那么也有的学生说 我把公园玩了 你去公园玩一趟 公园就防倒无塌了是吗 就产生变化了是吗 所以呢 如果没有变化 我们是不能用靶字句的 那么我把自行车卖了 那你说老师这里边没有变化吧 有吗 你说有没有 你把自行车卖了 自行车还是你的吗 所有权发生的变化 是吧 你说老师我这样说 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了 是啊 你告诉他了 那这个信息是不是从你的脑子里到他的脑里来 那你说这是不是变化 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了靶字句 它的语义特点是什么 它的语义特点是什么 那么这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采用替代的方式来进行引导了 好了 首先要引导的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受识主义句 对吧 好了 好 那个一般我们说要强调变化 那这个福字 以前在哪 以前在桌子上 现在福字在哪 福字在门上 好了 你导出了一个你想要的句子 但是不完美 你导出的是什么 福字在门上 但是你想要的是福字贴在门上 是吧 你不想要福字在门上 那么你就用第二个问题来强行的导出你想要的句子 好了 福字在哪 福字在门上 福字贴在哪 福字贴在门上 好了 受识主义句出现了吧 好了 PPT上或者是版书 福字贴在门上 好了 谁做的呀 我们版书了 谁做的呀 小朋友做的 好的 那 福字贴在门上了 是小朋友做的 出现了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其实是表示什么 知识 cause 知识 实际上就是 这个小一个人做了一件事 让一个东西的地方发生了变化 对吧 但是我不说 这个箭头呈现了 我只是给学生看的 但是老师不用解释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说 学生可能会说出错的句子 是吧 老师贴福字在门上了 老师福字贴在门上了 等等 他会说 会说出不好的句子 那么这时候你说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但是 要是我们做一件事 让一个 一个东西的地方变了 我们要用 把 怎么说 小朋友 把福字贴在门上了 那这是 福字贴在门上了 是一个 小的句子 是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学的语法 主语加把 加一个小的句子 其实这个小的句子呀 是受试主语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导出的这个公式是比较简单的 它是模块化的 因为一般老师们在给出公式的时候 经常给的非常的细 比如说 subject把 object verb给 verb到 verb在 verb成 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吧 它给的会比较细 但是我呢 首先给出的是模块化 模块化的这个公式呢 更加的简洁 便于学生的首次认知 那么后面 你在讲这些具体的小句式的时候 你可以给出更加细致的 语法公式 但是在这儿呢 我不建议你一下子就给的那么细 好了 那么所以呢 这就带给了我们一个反思 这个图片呢 是我自己做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图片 同一个客观世界范畴 二语路线是什么样的 一语路线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说通过语意 或者是通过句法操作来导入语法 给我们揭示的是什么 给我们揭示的就是不同的语言呢 面对同一个客观世界范畴 我们是如何采用自己的语法手段 进行表达的 进行呈现的 那么这就触及了这个语言的最本质的东西 那么讲完了语法的导入 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操练阶段了 在操练阶段呢 我要强调的是信息加工 为什么要强调信息加工呢 以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再看一下这张九宫格图 那这个不对啊 这个方块我给弄错了 这个方块往上移一下 是训练和操练的部分 这个方块的位置不对 那么我们会发现操练和训练 在九宫格当中 它是什么位置啊 中心的位置 中心的位置 所以你说它多么的重要啊 为什么我们总是特别强调 语言是三分讲七分练 语言不是这个讲会的语言 是练会的 那么其实呢 就是强调 它的重要性 我们看有很多那个说法 咱们学界的说法 咱们都是同行 是不是 经讲多练 三分讲七分练 以练代讲 规定动作的语言体操 语言不是学会的 是练会的 那么甚至我听说在美国 这个汉语教师啊 或者是二语教师 都是和那个体育的教练 他们的职称 professional title 是一样的 以前我还觉得真奇怪啊 他们怎么和教练是一样的 但是从练习的这个角度来看还真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练习啊 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啊 在练习的时候啊 老师们会有很多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一讲就会 一练就错 是吧 那是怎么回事呢 是吧 还有呢 就是练习枯燥无味 非常的乏味 体现不出我的水平 所以呢 这个环节呢 老师们还是比较头疼的 那么 但是我们对练的要求啊 实际上也是基于 汉教三论提出来的 那么只要从这三论的角度 我们做到位了 那么我们就说 你这个练习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练习 我们具体看一下 首先练习的内容呢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 你一定要突出那个重点和难点 一定是你要 刚才你给学生介绍的重点和难点 一定在你的练习当中要反映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呢 是从习德论的角度 习德论的角度 我们说什么 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 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呢 是提形的循序渐进 我们知道不同的提形 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是吧 那比如说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在年轻教室当中存在的比较广泛 那就是 那个我们导入完了语法之后 然后这个老师呢 会问学生 说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请你说一个句子 请你造一个句子 马上就进入了造句练习 造句练习 没有任何语言信息 没有任何学生可能能够参考的材料 他要凭空的 用脑子来想 因为造句练习啊 也是建构意义啊 他说的这个话一定是应该有意思的 昨天我们说了 只要是涉及到了意义 那他就联系到了客观世界 那么他就要联想自己的生活 联想生活的场景 这是一个活用的练习呀 难度是很大的呀 那你说在提醒方面 你是做到了循序渐进了吗 所以效果呢 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有一句行话 怎么说呢 由死到活 死去活来 什么叫死 死呢 就是机械性的 活呢 就是灵活的 开放的 所以呢 一般呢 我们要遵循的这样的顺序 另外还有呢 你要看一下 那个难度的循序渐进 就是这个难度上呢 那个我做的练习 一二三 练习一练习二练习三 一定是越来越难的 什么叫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的 就是你给他的支架越来越少了 你对他的帮助越来越少了 实际上呢 和这个提醒的循序渐进 意思呢 也差不多一样 那么我们再来看教学论 教学论对练习的要求 我觉得老师们一定要重视 从教学论的角度来看呢 实际上我们主要讲的是 这个练习当中 老师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对老师的要求是什么 在练习当中 如何体现老师的作用 那么老师的作用 有两个 第一个搭建支架 你不能一点都 一点也不帮学生 那个然后就 好你们明白了 我们来练习一下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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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成 我们说什么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 扶上马 还要送一程 是吧 你把它扶上马了 你还得牵着那个缰绳 带着它走一段 慢慢的它适应了 你才能撒开这个缰绳 让学生自己骑着马跑 那你能不能 好了上去 这一打这个马 走你 那学生一定会掉下来了 所以呢 我们说练习是学生一个人的事吗 练习是老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 怎么共同完成 一会儿结合例子 我要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查验技能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技能的查验者 那么昨天我们也谈到了 语音教学汉字教学贯穿始终 这是我们初级教学的要求 那么在语法教学当中 我们同样也要考察 我的这个练习 练的它的技能 需要的技能是什么 是听啊 是说呀 是读啊 还是写呀 那么学生看到这个题 呈现这个题的时候 我是怎么给学生呈现的 我是让学生听呢 还是让学生读呢 也就是信息输入的方式 那么做完了练习 学生要汇报要产出 那这个产出方式是什么呢 我是让他写了呀 我还是让他说了呀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需要评估的 把这个语法教学呢 最后啊 导向到技能方面的要求 你没有要求 它就没有进步 那我们经常说 哎呀 我这个学生呢 这个发音呢 不准 声调乱飞 还有呢 就是汉字认读始终上不去 那么 这是一个过程性积累的东西 你在平时的练习当中 有没有要求啊 如果你每天这样要求 每天这样要求 我相信 他慢慢的 是会有进步的 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练的过程当中 我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 突出信息加工 学生的脑子是一个机器 信息加工器 你给我转起来 你得给我思考 你是有思维能力的 没有信息加工 就没有二与席 为什么 因为信息加工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过程 通过信息加工呢 才能够使得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 那么我们的教学诉求是什么 长时记忆 是不是 长时间的记住 深深的印在他的脑子里 所以呢 要让他进行信息加工 好了 我们知道练习的方式提醒是很多的 提醒非常多 机械性练习 连词成句 判断对错 完成句子 等等 对吗 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 今天这有限的时间里 我不想面面俱到的给大家介绍这些提醒 我只想介绍一种 这一种呢 我把它命名为生成性练习 什么叫生成性练习呢 回顾一下 昨天我给大家左边的 我给大家这个展示的一个练习的提醒 就是王鹏老师的那个教学案例 练习部分 我说呢 这个如果说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那么我建议呢增加这样的练习 我们看一下 衣柜里有几件衬衫挂着 对吧 然后呢 用verb帙怎么说 那学生需要说出 衣柜里挂着几件衬衫 好了 操作的时候 我们说怎么带着学生 刚才我们说了 怎么陪着学生一起做练习呢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你要和学生一起做一道题 让学生明白做什么 你不需要再解释了 好 我们读一下 衣柜里有几件衬衫 挂着有verb帙 怎么说 衣柜里挂着几件衬衫 很好 再说一遍 衣柜里挂着很多衬衫 好 我们再读一下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很好 那他们用verb帙怎么说呢 你和你的朋友商量商量 好了 第二个 让学生再读一下这些文字信息 其实是在训练什么 是在帮助他们 这个认读汉字 一边认读汉字 一边在脑海中输入信息 然后呢 你才能撒开手 好 你和你的朋友商量商量 他们商量的时候 你干什么 你会走到学生中去 和学生进行互动 学生有问题 你要知道 这叫反馈 feedback 那你说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的话 教师的反馈 什么时候进行呢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我们说 这样的练习啊 它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特点呢 和我们导入语法的时候的 那个思路 是不是一样的呀 从语意到句法形式 对 是一样的 只不过刚 上一个阶段 我们是从语意到句法形式 导入了语法 现在我们仍然不放弃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多好啊 你想想 我导入一个语法 我还得查 它的语意是什么 然后呢 它的形式特点是什么 那我导入完了之后 我就放弃这个线索了吗 我不放弃 刚才是老师带着你们 这个生成的这些例句 现在我把这个条件都给你 你再来给我走一遍 这个路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 这就是生成的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特点 第一 根据理论语法中 关键的语言理据 编写语言材料 语言理据是什么 就是从语意到形式的过程 是吧 那你看 这些是不是呈现了 它的理据呢 第二个特点 要求学生 要求学生对语言材料中的语言形式 进行信息加工 那么你看 学生互相讨论了 他要进行信息加工了 外边有几个人 老师说了 有几个人 他们站着 那个verb车 verb车老师说了 verb车cover有 来 我们cover 教室外边站着几个人 对不对 对 教室外边站着几个人 那你看 学生之间这种互动 在商量的过程当中 对语言本身进行思考 这是不是信息加工 是吧 第三个 第三个特点 按照一定的操作程序生成目标局 那个操作程序 不就是刚才我 我学生 学生这个体现出来 说出来的吗 老师说了 用verb这个cover 这个有 这就是一个操作程序 这就是一个procedure 是吧 那么我们说 这就是生成性练习 以及它的三个特点 我相信 学生会会觉得 这个挺有意思的 有些时候吧 我们会 老师会比较着急的 可能是上课的时间有限 是吧 不会给学生时间讨论 很少会恨不得马上 好 这个怎么说 阿丽你说 这个怎么说 安娜怎么说 你都没有给他一点思考的时间 你想他说得出来 所以我们说 有些时候我们不要 做事情的时候 不要太aggressively 太侵略性的 是吧 你就跟着我走 我始终拽着你走 那不行 有些时候停一停 站一站 给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时间 那么你的这个课堂 是挺有意义的 因为不管是任何科目的教学 我们都希望能够激发 学生的思考 对吧 上次 昨天我也说了 说语言 语言学习是能推动思维发展 中小学生 我们也能推动他的思维发展 那么我们认为 这样的练习 它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从语意到形式 这个过程 他们的配对理据 能够反复的呈现 是吧 那么规则 语法的规则 也能够被学生反复的提取 学习者的信息加工 也紧扣了汉语的特点 为什么说紧扣了特点 因为我的这些材料 就是根据汉语的特点来的 你每读一个材料 那汉语的特点就要呈现一次 你每完成一个句子 你就要使用一次那个规则 你就要调用一次那个规则 第二 语法导入环节 它是忠于这个句法公式的归纳 因为最后我们要总结公式 点名这个句法公式 那我这个公式已经总结出来了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基于这个公式 和语言材料来生成句子了呗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演绎了 所以我们说呀 这个时候呢 它是自然发生的 符合教学的逻辑顺序 是吧 那个公式完了 好 已经有公式了 就好像我们那个教学生包饺子一样 对吧 我给你 我刚才告诉你了怎么包饺子 对不对 我告诉你了怎么包饺子 现在老师给了你饺子瓶 饺子馅 材料我都给你了 有饺子瓶有饺子 来吧 包吧 现在我们都来包饺子吧 你自己得包一包 你不能光听我说 是不是 第三 学生的思维活动呢 由归纳和理解上升为演绎 语言意识又前进了一步 那么我们也提到了 演绎是一种高级思维活动 它能够根据规则 创造性的理解语言 创造性的生成语句 那也就达成了二日教育的最终目标 好了 那么我们又回到了Chomsky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规则 什么一位啊 删除啊 插入啊 等等 这些规则呢 我们不要放弃啊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仍然可以进行 基于这些操作规则 仍然可以设计练习 那么你看一下 这张表格 刚才在导入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了这样的结构法表格 那么在练习的时候 我换一批内容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一行 我们要给完整的 给学生引导 对吧 给学生提示 那么第二行 第三行 内容就越来越少了 支架越来越少 要最后甚至呢 让学生自己啊 写一个句子 它的难度呢 是越来越大的 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另外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例句 这些例句实际上是有规矩的 有什么规矩啊 那么我们知道补语 补语实际上啊 它可以说什么呢 它刚才我们说的是 补语说明动词的情况 其实呢 补语还可以说 主语 补语还可以说 宾语 那这些情况 我们都要包括 你比如说 它游泳游的很快 那这个很快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动词游泳 我们再看下边的例子 它写汉字 写得很漂亮 这个漂亮说的是什么呀 汉字吧 它说的是汉字吧 所以其实呢 补语呢 也可以指向宾语 那么第三个句子 它吃烤鸭 吃得很高兴 那这个高兴说的又是谁呢 说的是主语 说的是他高兴 所以其实啊 在设计练习的时候 我们说全面的练习 有这样一个原则 我想苏老师在讲语法教学原则的时候 其中一定谈到了全面练习 作为学生呢 可能他不知道 但是作为老师呢 我在设计练习的时候 补语的这几种情况 我是都会给你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基于插入的 基于插入操作的练习 刚才我们插入操作 我们举的例子是什么呢 我们举的例子是 那个趋向不语 带地点编语的情况 那么上次课 我们也谈到了降级数位结构 大家还记得吗 一个句子变成了 一个短语 降级数位结构 妈妈做饭 妈妈做得饭 那么教学上的 我们认为它是插入的 这样做呢 更加的简洁 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练习呢 昨天我展示了这个图片 我就不再说了 第一步有两步 第一步呢 要把句子变成一个短语 对吧 第二步呢 赋语该短语句法功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也可以使用表格的形式 来进行这样的练习 那你看 实际上第一行 第一行呢 就是程序 操作程序 第一步你要怎么做 第二步你要怎么做 第三步你要怎么做 然后呢 你就能生成一个很好的句子了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 你看 我给的也是完整的信息 一般的来说 我们都要给学生这样的支架 好 第一步是 从SVO到SV的O 苏珊写字 那么SV的O 怎么说呢 一个phrase 怎么说 苏珊写的字 好 我们看第二个 这个phrase 应该在哪呢 看一下 什么很漂亮 字很漂亮 什么字 苏珊写的字 所以我们说 苏珊写的字很漂亮 那下边的怎么说 是吧 也可以提供给学生 让学生去思考 讨论 来生成这样的练习 实际上呢 在第一次课当中 昨天的课当中 我给大家强调了 说汉语词语的多功能性 也告诉大家 说实际上我们在 这个进入中高级 尤其是从初级到中级的过渡 那个动词是特别重要的 是吧 那么实际上啊 动词的 这个叫动词的名误化用法 就是好像 按照形态类语言的语法 好像这个动词变成了名词一样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它很重要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专业汉语的 一个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讲这个格式 归功于 归功于这样的书面语的格式 书面语的格式 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常常做的就是 你要把一个句子 变成一个phrase 变成一个短语 你看 第一个例子 归功于 我的目标句是什么 公司的顺利发展 归功于所有人的努力 那老师给的条件是什么 给的材料是 所有人都努力 公司才会发展 这是两个小句子 是吧 那么 公司会 公司会顺利发展 变成一个短语 怎么说 公司的顺利发展 然后是归功于 归功于什么 所有人都很努力 那变成一个phrase 是什么 所有人的努力 只有在句子 变成短语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归功于 书面语题的格式 归功于才能够使用 是吧 所以后边 你的这个学生的水平 越来越高 尤其是到了HSK四级五级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它很重要 那么替代操作的例子 刚才我们刚说完 那么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设计练习呢 我们还要遵循 刚才我们对靶子句的认识 还记得这个功能性的公式吗 刚才我说了 竹语加靶加小句子 还有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你不要忘了 我们要给箭头 玛丽做什么 玛丽看书 那这本书怎么样 这本书看完了 用把 怎么说 玛丽把这本书看完了 那后边的材料 应该怎么说呢 是吧 这里边其实就是有规则了 其实它这里边有一个procedure 有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什么呢 首先玛丽第一个小句子是一个人做了什么事 那这个竹语就是靶子句的竹语 对吧 然后呢 你用一个玛丽 你找到了这个竹语玛丽 然后你把这个看书去掉 把这个靶呢 把这个箭头变成靶 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了 就是玛丽把这本书看完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这个生成性的练习 那最后呢 我想说的是基于删除操作的练习 其实啊 语言呢 是简约的 我们总是希望语言能够尽量的简单一点 不要那么复杂 正是出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简约性原则 所以呢 像这个删除 delation呢 或者是省略呀 竟然经常出现的 是吧 比如笔子句的时候 是吧 我们说这个上海的历史 这个上海的名胜古迹 没有北京多 实际上完整的句子是什么 上海的名胜古迹 没有北京的名胜古迹多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你名胜古迹前边说了 后边还说吗 别说了 是吧 就是上海的名胜古迹 没有北京多 实际上它这里边 有一个delation在里边 那么 我想举的这个典型的例子 是什么呢 是这个世字存在句 大家都认为这个世字存在句呀 是一个教学的难点 在十几年前 我有一个学生呢 曾经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用的句子就是这个句子 大卫旁边是保罗 因为那个这个句子是课文里的句子 所以呢 我就用他来进行例句的这个导入 那么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老师大卫旁边是什么 我说是一个地方 那保罗呢 保罗是一个人 那学生的问题就来了 那老师这个句子是说一个地方是一个人 他的问题好不好 他的问题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孩子他的抽象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还是挺强的 你是说一个地方是一个人吗 那这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下 他违反了这个逻辑 他们的范畴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那么实际上我认为呀 这是世字存在句呀 实际上是一个省略句 它是有两个句子啊 缩合成一个句子的 哪两个句子呢 第一个句子啊 是什么 第一个句子呢 第一个句子呀 是大卫旁边有一个人 然后呢 这个人是谁呀 这个人是保罗 大卫旁边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保罗 一个人 那个人 差不多一样 是吧 所以我们大卫 大卫当然是人了 大卫当然是人了 不用说吧 所以那个情形当中 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信息 是redundant 可能是多余的 我们是可以省略的 大卫当然是人了 那大卫旁边是保罗 实际上 就是大卫的旁边 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保罗 那么在练习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可以基于这样的 考虑来进行设计 比如第一个 教学楼前边有一个楼 那个楼是图书馆 那你都教学楼了 那当然是楼了 图书馆也是建筑啊 一般的来说也是楼 是不是 所以呢就可以说呀 教学楼前边是图书馆 是吧 那我想可能这个世子存在局 我一说 各位老师就清楚 在教学 有字句 在字句和世字句 三种这个静态存在句当中 世字句是最抽象 为什么它抽象 因为它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刚才呢 我讲的几种方式呢 都是基于操作 operation 来进行教学设计的 那么 可能你会问 韩老师 这个生成性练习 一定要基于operation 才能进行吗 不一定 主要是基于operation 来进行设计的 但是其实呢 我们也有别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框架 框架 scaffolding 我们有两种框架 一种是语意框架 或者叫语意模型吧 一种呢 是句法框架 我们给出你一个frame 给出你一个框架 在这个框架下 来指导你 进行这个语言的产出 我举的例子呢 是表示变化的乐 昨天呢 我也展示过了这个例子 对不对 那各位老师看 是吧 其实 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练习方式呢 学生之间讨论 然后呢 最后生成这个句子 我们认为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这个公式本身呢 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式 大家看左上方 左上方这个公式包含两部分 左边呢 实际上是语意的部分 subject就是主语 然后呢 以前是什么样的 是A状态 现在是什么样的 B状态 那么最后浮现出来的句子 是什么呢 是SB了 这个形容词或者是其他词语 我们要用的是以前的状态 还是现在的状态呢 应该用现在的状态 那例句呢 树叶红了 它瘦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会使用这样的框架 引导学生练习 你看 第一号也是 好 我们说什么 树叶以前是绿的 现在呢 是红的 树叶变了没有 树叶变了 树叶怎么了 树叶红了 树叶红了 那我们看下边的情况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句子呢 就铲除了 这也是遵循了 从语意到句法的过程 我们看 我们给出了它一个框架 你看 这个公式呢 就是一个框架形的公式 里边呢 体现了语意的特点 那么 实际上呢 我们说基于语意框架呀 我们还可以优化表达 什么叫优化表达呢 就是我给你提供最基本的语言材料 这些材料传递的信息 是什么信息呢 最基本的语意信息 这些信息是最基本的语意信息 但是我要求你 用一个很好的表达 把它说出来 而且呢 这种表达可能不止一种 我们在学习那个 即将进行题 要什么什么乐 快什么什么乐 就要什么什么乐 快要什么什么乐 我们学习这一组 这个格式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学生提供信息 比如我提供最基本的语意信息 改说句子 我们来看 第一行 现在几月 现在九月 小雨的姐姐几月 小雨的姐姐几月结婚 十月结婚 好我们可以怎么说 小雨的姐姐快要结婚 对 小雨的姐姐还可以说 小雨的姐姐就要结婚了 很好 好了 那现在是九月 十月是上个月 还是下个月呀 哦下个月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 小雨的姐姐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很好 现在是九月 小雨的姐姐十月结婚 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一个月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说 小雨的姐姐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 所以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优化表达的过程 多样性表达的过程 我只给你提供最基本的语意信息 基于这些信息呢 你可以有多样化的产出形式 是吧 也是调动这个学生的思维 那么关于连子句的练习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么既然连子句啊 它是表示强调的 那我现在就强调给你看 我就让你强调 怎么强调呢 现在你用连子句怎么说 这个框架我要给你 它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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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朋友商量商量 用连子句怎么说 我们发现 这样的问题呢 是功能性问题 它是开放的 答案呢 不是唯一的 答案可以是五花八门的 不管你怎么说 只要你达成强调了 就可以 我记得有一个学生就说了 他很讨厌 连他妈妈都不喜欢他 这个答案是令我们 非常的惊悚的 是吧 不是吧 当时我们把学生 全都发出了惊呼的声音 但是虽然他很惊悚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学生 真的是理解了连子句 是如何表示强调的 他已经表达到了极致 是不是 特别的有意思 我很难忘这个句子 那么关于这个 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语意框架 或者是语意模型 那么句法呢 也是有框架的 实际上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主位位语句 昨天我给大家展示了 这个主位位语句的 一个小练习 这实际上呢 就是遵循了主位位语句的句法框架 你看层次性 最上边是我 然后下边是我的各个部分 然后最后呢 是如何进行评价和描述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根据什么来设计的练习呢 都是根据他本身的特点来设计的练习 当然呢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在做生成性练习的时候 我可能在演示的时候 经常会说 你和你的朋友商量商量 你和你的朋友商量商量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诉诸活动 因为和朋友商量一下 实际上呢 就是产生了生生互动 我们希望学生时间互动 但是呢 我只是做到了这一步 我认为教学当中啊 你一般对一般的学生 你做到这一步就行了 但是有些学生他比较高级 他这个就是很聪明 这个班学生就是聪明 经常问各种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个活动能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能 这个要求是什么 让学生说出来形式特征 刚才你说出了这个句子 对不对 那你是怎么做的 那做完了这个练习 你再给我说一说这个语法 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再来说一下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做到这一步 那么就达到了显性教学的效果 显性教学呢 是当代二语教学理论的一个主流 都在谈这个显性教学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所以仅仅是学生说出了正确的句子 那么我们认为呢 在方法论上呢 我们只是考虑了语言的本体论 但是呢 对习得心理因素呢 还是有关照不足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还没有对你提出更高的要求 让你说出来 这个语法是怎么回事 我们能这样做吗 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看一下 这个我简单的提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有兴趣的你可以尝试 如果你们班学生的水平特别好 A部分还是靶字句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生成性练习 大家看到了阿里放书 书放在桌子上了 用靶怎么说 但是紧跟着我们提出了B部分和C部分 探究 B部分探究 把前边后边的词你是怎么找的 那你有什么规律吗 然后呢 C部分反思 你和你的朋友讨论并总结 A部分两个小句子之间是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关系呢就是知识关系 Causer and Causey 如果有这个水平比较高的成人这个学习者 他是能达到这个程度的 二根据这三个句子 你能说出靶字句的特点吗 那我们在导入语法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话是老师说出来的 老师在说 我们做一件事 让一件事情发生的变化 我们用B的句子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学生说的话 他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说 不要求用完全用汉语 用母语说 他没那个水平 用汉语 用母语说 比如如果他说 我觉得两个小句子有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他们是因果关系 这就说的非常好 是吧 第三 根据你自己的理解 写一写B字句的公式 你自己再表达一遍 根据自己的理解 所以呢 我们说 这一步怎么做 是选用的 根据高级水平的学生 这个不是说是高级阶段的 而是说这个学生的学能非常的强 当然了 我们说 如果我们想 这个体现学生这样的思维 你像这个判断题 也经常是这样的 判断对错 然后呢 你不但要判断 你还要说明原因 一般我们只是让学生做出判断 但是我们没有要求学生说出原因 这是翟雅尔老师呢 后面呢 翟老师会跟大家一起 这个继续讨论语法教学的问题 他提出的这个一个 这个案例 我们说 这呢 也能够促成学生 对语言汉语本体的 更加深入的思考 那么 刚才呢 生成性练习 告诉我们什么 生成性练习 就告诉我们了 语法也是一种技能 当我们谈论语言技能的时候 往往说的是听说读写 但是其实呢 Grammarine 语法本身也是技能 我们叫做语法技能 这是这个 Larson Freeman教授提出来的 他说 语法并不只是静止的语言知识 也是一种语言技能和动态的应用过程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生成性练习 是不是动态应用的过程呢 全都是动态应用的过程 那么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语言任务 那么我们就想到了语用任务 在这里呢 我们做一下这个区分 语言活动如果变成了任务啊 或者是说活动也行 我把它命名为什么呢 语法输出任务啊 叫Grammar Afterput Task 语法输出任务和语用任务 一样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提出了九个不一样 我不想全都展示 咱们不做那么深的理论的探讨 你就记住这三点方框当中的 第一个方框 我们说生成性练习 它是或者是语法任务 它是内部视角的 它专注于意义和形式 全都是从语意到形式 而语用任务呢 专注的是功能 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那么第二 这个语法输出任务呢 它是在语意据法的接口层面 或者据法层面 而语用任务呢 它完全是在这个语用的层面 最后第三个方框 语法输出任务的产出 一般呢就是一个句子 你能给我产出一个句子就行了 但是语用任务我们都知道 你不能只说一个句子 你要说一个对话 一段对话 或者一个成段的表达 所以它们的层次是不一样 既然谈到了语用任务 我们就来到了语法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老师们做的还比较充分 以言形式应用语法 也就是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 这里啊 我还是要用靶子句为例 来详细的说明一下 我们在进行课堂语法任务 语法活动 语法任务设计实施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以靶子句为例 它的语用功能 你能说清楚吗 你说不清楚 比如什么是处置 处置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我们怎么能让学生理解呢 那么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呈现最典型的语用场景 通过这个最典型的语用场景 给学生留下印象 会觉得 可能大概是这样的 要处理 要对这个东西做点事 为了处理它 好了 那么这是一个语用任务的设计 这个时候呢 学靶子句的时候 学生都要回国了 老师问 你们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三个多月了 很长 时间很长 一定买了很多东西 对不对 对我们买了很多东西 你们买了什么东西呢 好 阿里你说一下 哦 哦 哦 好 阿里买的东西多不多 很多 他买了什么东西 哦 他买了一辆自行车 买了一台电脑 还买了很多汉书 哦 对 可是 我们就要回国了 对吗 那你的东西怎么办呢 是吧 好 阿里 你的东西怎么办 用爬来说一说 你的自行车怎么办 哦 我把自行车送给朋友 他的自行车 他把朋友 他把自行车送给朋友 你的汉语书怎么办 我把汉语书带回国 他的汉语书怎么办 他把汉语书带回国 好了 这是阿里的情况 你呢 请你写一写 你买了什么东西 给你的朋友 给你的朋友介绍一下 一会儿我想请你介绍一下 你朋友的东西怎么办 好了 这不就是一个挺好的练习吗 这不就是处置吗 那么我们要说的 就是以靶子去为例 来说 怎么呈现典型的场景 那么这个是一个小游戏 电脑上有很多游戏 两个房间怎么样 一个房间很乱 一个房间很整洁 然后问 他是怎么收拾房间的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年以前 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的是 用我自己家的照片 我的卧室 然后我先给学生 呈现一个很乱的 看这是 你们知道这是哪吗 老师的卧室 真的吗 老师这是你的卧室 我的卧室怎么样 老师你的卧室太乱了 是吗 我的卧室乱吗 怎么乱呢 所以我那时候经常的装傻 为什么要装傻 因为我要让你说出细节那种 我的这个卧室怎么乱呢 你得给我说一说呀 老师你的书 放在那个床上了 你看你的篮球在椅子上 你的衣服也没有挂起来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应该收拾一下 对 所以我收拾了一下房间 你们再看 现在怎么样 很干净很整洁 那么老师是怎么收拾房间的呢 实际上呢 像这样的小游戏啊 如果你能找到的话 带着学生在课堂上坐一坐 也是挺有意思的 他能够移动自己的鼠标 然后对这些物品呢 进行处置 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课堂任务实施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这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周志平教授 他老早就说了 他说海外教学存在重功能 轻结构 重流利轻准确的弊端 也就是说你们做活动的时候吧 光看着热闹了 哎 挺好挺好 你好我好大家好 其实最后呢 他的语言输出质量并不高 没有什么提升 光是热闹了 那你这达到了语言教育的目的嘛 第二 教师的操作不够严谨 那你比如说 有没有笔头上的东西啊 你光是这个口头说了 有没有笔头上说呢 有没有笔头上写一些东西呢 你没有 那么所以呢 对我们的任务的设置 说明和引导 任务的分组 任务的操作 结果的展示 评价和反馈 其实呢都提出了要求 我们都要考虑 实际上呢 刚才靶子句的那个任务的案例呢 我已经说出来了 你看我们那个设置 是不是突出了它的语用功能 说明和引导 我用说明吗 说明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说不清楚 你说不清楚怎么办 你表演一下呀 刚才我就和阿里进行了表演 实际上我就是在给学生展示 你们应该怎么做 说不清楚 你自己先带一个学生表演一下 然后呢 分组 你怎么分组 然后任务的操作 有没有可检查的东西 我说了 请你们写一写 对吧 你买了什么东西 请你写一写 然后结果的展示 那你最后呢 要让学生呢 来介绍一下 说一说 那么学生说的时候 老师在干什么 老师不能抱着这个绑 在这 嗯 很好 很好 你不能这样 一般的我都是写 你写在本子上 或者写在黑板上 它发生的偏误 一定要最后总结一下 是吧 嗯 你们说的很好 表演的很好 可是有几个地方不太好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说 请你再说一遍 所以准确的这个形式 一定要用 要从学生的嘴里说出来 那么 我给大家呈现五种任务 第一种任务是 由小到大的套叠任务 谁是我们班的马可波罗 实际上呢 就是旅行经历 VIRB过 那么我给了表格 你要做这个表格 你一共去过多少个国家 去过哪些国家 细节的问题 然后分成四组 每一组呢 要评出自己的 小组的马可波罗 小组的马可波罗呢 到前边汇报 根据他们的汇报 评选出来 谁是我们班的马可波罗 这是一个 由小到大的任务 第二是系列任务 系列任务 我昨天就谈到 他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是吧 那这些例子呢 这是一个主微微居的 这个系列任务 我们看第一个任务 是描述一个人 是吧 第二个是描述一个东西 宝马汽车 第三个是描述一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说 系列任务啊 表达非常的丰富 那么也给学生 其他的提示 比如说我 我是描述一个人的 但是通过别人的汇报 我也知道了 如何使用主微微居 描述一个东西 或者描述一个地方 那么第三种类型呢 是借助多媒体的任务 还是那个趋向不语啊 有些现在这个flash啊 多媒体很多的 我们可以使用 那个时候吧 我们就怎么办 趋向不语挺难的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动画片 那个动画片是小兔子 小兔子 登登登登登 跑进来 然后又很快的跑上楼去 打开门 跑进房间 然后打开柜子的门 衣服都掉下来了 让学生呢 介绍这个动画片 当然要给学生准备的时间 你看这个动态的过程 动图很多 现在flash动图很多 人的一生 我找的这个不一定合适 这个是这个勒的 是吧 你看他出生了 他会爬了 他会站了 他站起来了 他会走路了 他长大了 他变成一个小姑娘了 他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然后呢 他怎么了 他结婚了 他有孩子了 他当妈妈了 他的孩子也会走路了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第四种类型呢 是建构真实意义的任务 那么这样的任务呢 实际上就是 他的语用功能呢 我们真的很难找到 他有什么语用功能 我找不到那个场景 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 我让学生自己采集信息 我不再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了 这些信息呢 你自己去采访 去问 比如我们讲除了句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我会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四个人一起 然后呢 我会表演 我和学生一起表演 老师是哪国人 我是中国人 阿里士 你是哪国人 你不是中国人 安娜呢 约翰呢 好 他们是不是中国人 都不是 除了 除了韩老师以外 他们都不是中国人 然后你再举一个 除了什么什么野 除了什么什么海的例子 好了 现在你们也这样做 问你的朋友 同样的问题 用除了句来说一说 那第五种呢 叫做文化性练习 什么叫文化性练习 只要在文化当中 关联到文化因素 我们说它就是文化性的练习了 比如说 阿里现在要去旅行 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上海 一个是西安 现在 他不知道去哪儿才好 请你帮他出出主意 你觉得他应该去哪 我们可以用笔字句来说一说 我们可以笔什么呀 历史 面积 古迹 小吃 交通 天气 等等 那么我们看 学生就要说了 我建议他去西安 为什么 西安的名胜古迹 比上海多多了 是不是 你建议他去西安 那你就得说出西安 哪儿比上海好 是不是 那么我们看 我们借助的材料 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高地 上海 是吧 现代化的都市 还有一个是千年的文明古都 西安 也就是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过去 是吗 那么我呢 一再地强调 这个基于本体论 来进行教学设计 来凸显汉语教学的特点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加拿大的教育理论家斯特恩 说过的一句话 他是这样说的 理论语言学 可以为我们提供语言的概念 模型和思想 防止语言教学过于简单化 如果你不懂这些的话 那么你的教学很可能 就是鹦鹉学舍式的 同时还可以帮助 语言教育学理论家 对语言进行批判性 和建设性的思考 否则 语言教学理论中的语言观 将十分贫乏 那么通过今天 这两次的这个讲座 昨天我说了 我们的语言观是广义语法 今天我又说了 我们的语法是形式 也是什么也是操作 最后呢 我用简单的几句话 来这个作为舆论 探讨一下 二语教育当中的 知和行的问题 很多老师都知道 我们一开始就讨论了 教师语言意识 可能你一下子想到了 韩老师你说的 就是知和行的关系 就是知识和行动 对你的理解没有错 我们知道 这个王阳明呢 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 他是怎么说的 知在前是行在后的 他是这样说的 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 那也就是说 你先知 然后呢你才能行 那么我们这个 现代语言学家 现代的教育家 陶行知 陶行知呢 他很推崇 这个知行合一的理论 他为此呢 也改变了自己的名字 他改了自己的名字 他本来叫陶文俊 但是后来他改名 叫陶行知了 诶 问题来了 那那个不是知行合一吗 那他应该叫陶知行啊 为什么他叫陶行知呢 因为他改变了知和行的顺序 他怎么说 他说行是知之实 知是行之成 为什么他要改变了 王阳明的这个顺序呢 知和行的顺序呢 他们之间有没有矛盾呢 我觉得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其实呢 他们的表述呢 是从不同的立场 来进行的 那王阳明呢 他是从教师的立场 作为一个老师 首先我们要知 我们要有知识 我们要知道 然后我们才能行 我们才能进行教学操作 然而对学生来说呢 你最好要行动 在行动当中呢 让知识在你的脑子里扎根 所以呢 只有通过行 知识才能扎根在你的脑子里 只有扎根在你的脑子里 知识才是知识 那才是真的知识 所以呢 我们说 在二语教育领域当中呢 是教师通过自己的知 变成行 通过自己的行呢 让学生来行 通过让学生来行 最后让学生获得稳固的知识 那我想 最后这几句话呢 就扣到了 昨天我们所说的 这个教师语言意识 我超时了 孙老师 内容比较多 没问题 谢谢 谢谢韩老师 您的讲座太精彩了 我觉得这个 我们大家肯定都是听得一犹未尽 这个过去的两天呢 韩老师用三个小时的 这个精彩的讲座 我觉得套一句俗话来说 就是不仅受人以余 更要受人以余 我们常说就是 这个 我们懂得技巧的重要性 其实以往 确实在有一些 这个培训当中呢 会偏理论 有一些培训当中呢 又过于偏实践 那么我想 韩老师 昨天和今天的这两场讲座 给我们充分地表达了 知情合一 充分地表达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我想我们现在 我们所有参训老师的手里 不仅你有大把的弹药 而且也更明白了 弹药怎么来的 我们自己怎么结合实践 自己做这些弹药 这个对于我们 未来的汉语教学当中呢 是很重要 我相信您这两场讲座 虽然从时间上来讲 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对于我们老师的 受用来说 一定是余韵优长的 那么现在 机会难得 我们也请老师们 如果有问题 可以举手 跟这个韩老师来沟通 我们现在请 这个 叫阿乐活 我看你前面写的三个字 那就请阿老师来 跟韩老师进行一下沟通 我已经把你的这个权限 精英权限解除了 阿乐活老师 请您提问 不忘了问题 问题是 有时候 学生们不知道 他们应该 回答 是 是 不是 没关系 我听清楚了 有的时候学生 不知道回答 回答什么 对对对 他们 我觉得他们 还有 词语还很差 所以 比如说 问他们 他 他 跳舞 跳的 怎么样 跳舞是什么 他们 不知道 笑的 事情 我觉得你的问题 特别好 你的问题很现实 非常的现实 我们说这个 这个教师的教学效果 那个我们说不止在于教 最重要的是在于学 学生是如何学的 所以呢 现在是 我们说这个以学生为中心 这是一个学习的时代 教师的工作是什么 教师的工作是帮助学生如何去学习 所以呢 我们 现在不能只是重视你怎么教的了 而是你怎么引导学生来学习 那实际上呢 刚才 阿德火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 说你看 我在学习那个得字补语句的时候吧 然后呢 我替换 我让他认识跳舞 然后呢 跳舞怎么说 他跳舞跳得很好 提示词是跳舞 跳舞是什么 老师跳舞是什么 这说明什么 他连那个词都没掌握 那你这个语法就非常难推进了 刚才呢 我也谈到了一个flippering 就是翻转教学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 老师呢 应该 你也不能抱怨 你也不能说 你们怎么没有预习呀 我告诉你们预习了呀 你为什么没有预习 这些词你还不会 那么我想呢 语习用语言这样去指导学生 没用 他听不进去 有的时候学生也挺懒的 那么这个时候不如呢 你告诉一声 现在我给你材料 你按照这些材料来预习 所以刚才我说到了 我们都使用那个预习单 这也是作业 我给你一个单子 这些生词你要写 你要写拼音 写汉字 你还要写出你的母语 母语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跳舞 写拼音跳舞 然后dancing 要跳舞 然后呢 一上来 上课之前 我们不是有复习和检查吗 复习和检查 我们学这些生词 学生词的时候 你以为学生词的时候 是学生第一次见到这些生词吗 不是 我已经要求你那个预习了 你们已经完成预习单了 所以我上来 连拼音都没有 马上让你认读 马上让你认读 如果一次你读不出来 你好意思不好意思 两次三次你都读不出来 好意思不好意思 如果每次你都读不出来 那么可能你就是一个学困生 也就是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 那我就要找你了 预习单你做没做 你没有做 那我要求你一定要做 所以呢 下一次如果他有了进步 这个词是 跳舞 真的 你很好 约翰今天很好 他认识汉字 他认识这个词 所以呢 有一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发愁的时候 与其在那发愁 我们不如想一些办法 就是我告诉你怎么做 我给你材料 你必须要完成这些材料 然后呢 一步一步的建构 如果我们不想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办法 那个教学很难推进的 我在原来我在美国教学的时候 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那我必须得让你去完成 而且我盯着你 我不断的给你发一流 所以呢 慢慢的学生是会进步的 这个非常的现实的问题 好 这是我的回答 那我建议您呢 这个 要求学生预习的时候 就是怎么预习 那么哪些预习的工作 你要完成 要很明确的 告诉学生 最好呢 也给学生一些材料 好吗 阿拉伯老师 这是我的回答 好 谢谢 我们谢谢韩老师的回答 刚才还有一位冯老师 也要求 要求解除静音 那我们请冯老师 来和韩老师进行对话交流 谢谢 好 请您提问 冯老师 那个谢谢您 韩老师 今天学到了很多 您讲的非常精彩 那么我现在呢 具体的呢 有两个问题 当说到那个 情态古语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边的学生呢 就是 我们有教他 OK 您 我说中文 说得很好 那么呢 学生会说 因为他们的母语呢 是 就好像是英语 他就说 my Chinese speaking very good 那么他就会说 我的中文 说得很好 那么我不知道 就是说 我的中文 说得很好 和我中文 说得很好 这两句 是不是都正确 都正确 都正确 都可以说 是吧 都可以说 您的问题啊 我想再深入的谈几句 您的问题呢 在语法教学当中呢 会有很多点啊 会出现的 那也就是说呢 同一种这个意思 其实呢 我们是 而且是借助同一个语法 他们是属于同一个语法的 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你比如说那个食量补语吧 比如 我看书看了一个小时 我看书看了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我看了一个小时的书 对不对 我们既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那样说 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教学当中的时候呢 要以一个为典型 我们要抓住典型 那么以这个食量补语为例 那么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典型的 就是我看书看了一个小时 和我看了一个小时的书 哪一个是最典型的 肯定是第一个句子最典型 因为第一个句子呢 它体现了汉语的这个语法手段 就和那个情态古语是一样的 你前边先说你做了什么 我看书 然后你再说你做了多长时间 我看了一个小时 这种呢 是最典型的 虽然它不是最 它虽然不是最短的 但是它是最典型的 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语法点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典型的这个形式 咱们别的先别说 别的你先别说那么多 你要把这个反复的讲练 把这个练透了之后 然后再引入其他形式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来看一下 然后呢 再简单的讲练一下 就可以了 要分清主次 不要一下子就那个什么 不要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形式 都告诉学生 是吧 你引界语法的 导入语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这样说 完了 这麻烦了 学生这一下子就蒙了 本来这个语法就有一定的难度 你又给他呈现了两种形式 那么关于学生的问题 你可以说等一会儿 你先等一下 老师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 把它放在那儿 不告诉他 等你讲练完了之后 咱们说 汉语教学就是这样的 我们做一件事就是一件事 做一件事就一步一步的走 完了以后我会回应你的 所以建议你采用这样的方法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走过来了 和他们走来了 这两句是不是一样了 你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具体的 我只能是凭我现在的感受 来告诉你 过来是表示近距离的 他近距离的 然后来 一般的来说不是近距离的 他走来了 其实你想一想 走来了 而且在口语当中 实际上使用频率没有那么高 在书面语当中 可能要稍微的多一些 是吧 口语本来的时候 一般咱们都说他走过来 咱们 你看 那个冯老师走过来了 那咱们一般不这样说 咱们说冯老师走来了 咱们会这样说吗 你这样说我们觉得 哎呦你在朗诵诗呢 你法上没毛病 但是呢 他的使用场景上呢 可能还是稍微语别的 我觉得您的这个 您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说明 你看咱们的学生 是不是能问出 这个这样的问题 他们真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能把你给问蒙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的吕书乡先生 就告诉我们了 说对外还有教育 要推动了理论语言 理论语法的研究 我们中国人觉得不是事儿的 但是学生问出的问题 我们会觉得 哎呦哇 这个事儿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希望大家呢 多进行这样的思考 OK 太谢谢了 韩老师 谢谢 不客气 冯老师 好 谢谢 我们再次感谢 韩老师精彩的讲座 那么这两个问题呢 也能看出来 如韩老师所说啊 在我们的现实教育当中呢 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 是五花八门 通常把我们给难住了 那也是我们组织这一次 这个语法教学的 培训的意义所在 韩老师这个两天来 讲座辛苦了 因为在中国 其实这个周六周日的时间 两天都给韩老师站上了 特别的感激您 特别的感谢您 我相信呢 通过这一次讲座的 这个发端以后呢 如果韩老师有时间 我们拉美中心的讲座 还要请您常来 多给我们老师呢 进行这个教学 这方面的技法呀 各方面的一些资养 再次感谢韩老师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就不过多的开放 这个交流的权限了 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的 这个线上的参与 最后呢 我要特别感谢一下 我们拉美中心的这个 安德雅·梅亚 我们的这个文化策展助理 梅亚老师 他呢 因为其实是同时 在这个Zoom平台和腾讯平台 会议平台上 然后这个发现有 有老师误入了 这个之前那个Zoom平台的 就马上再截流过来 所以也很辛苦 那么在此 再次感谢大家 咱们下周六 不见不散 谢谢韩老师 咱们下次再见 老师们再见 孙老师辛苦 再见 谢谢韩老师 韩老师辛苦 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